校園監視器拍下凌晨三點多 一名男子翻進國中校園 趴在地上好幾個小時 又爬到三樓試聽教室 清晨聽到老實來開鐵門 算準時機逃出校園 行徑超詭異 干扯的是他居然是一名 涉嫌傷害罪的嫌犯 剛被逮就從派出所逃出來 上廁所的一個時機 那同仁親呼 位上手銬 那在返程的途中 突然逃跑 屏東恆春警方6號晚上8點多 逮捕涉嫌傷害案的江信主嫌 以及兩名共犯 江信嫌犯卻說要上廁所 遠景答義因為不是中嫌 沒上手銬腳樓 只有人員看守 一時疏忽讓嫌犯趁機脫逃 好幾個小時吧 都走在那邊 可怕的是江信嫌犯 假借上廁所逃出警局 跑到路程約300公尺遠的國中校園 3點多爬進校園 趴了好幾個小時 直到將近早上7點 老師開鐵門 怕被抓先躲南側 直到7點03才離開校園 躲了將近4小時 好險當時沒有學生上課 先犯脫逃 闖入校園 至今嫌犯還在逃 警方一時疏失 只能趕緊補破網 希望用最快速度 再把嫌犯抓回來 這張春華 林奕榮 評刀報導 你最多的是